大家好 今天是12月8日星期三 整個市況經過昨天的快速反彈後 12月份市已經暫時扭轉成為先低後高的形態 低位是6日的23,314點 高位暫時來說 是8日今早的24,097點 根本月的波幅已經輕輕擴負到783點 但問題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即是先低後高形態不變 理論上更高的指數還在後面 再看看移動線 由於指數已經重返到10天線流上 最低限度的大市已經擺脫進一步沉底的威脅 只是成交金額很關鍵 市去到24,000左右的水平 再向上推一定是20天線 大概在24,500多點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推 這幾百點不是那麼容易升上去 所以我們看移動線的防守性之外 還要看成交金額會否配合 好了 12月份傳統來說 都有些粉飾廚窗的活動 今年的所謂粉飾廚窗活動 始終都在騰訊 阿里巴巴和美團 京東這些新經濟股 尤其是阿里巴巴和美團 近期跌得比較急 如果短線炒作 128股上一上手 沒問題 風險管理做足就可以了 不過當之 重倉現在這分鐘就未是時候了 中文建議 阿里巴巴 書 根本